大家好,我是王伯老,说万导 今天来到我们芯片梁绿南岗片 开头是原来你是我的周修部 怎么回事呢 等一下就给大家阐述名单 今天讲的是HiK,MetalK里面的HiK-IL HiK就是高介石长速的绝缘体 I-L就是界面,Interficial Layer 那么它的subtitle呢 Key Inversion等于EOT加上4M EOT是基验量出来 通过Mechanical加一个4M 等一下我们来了解这怎么回事 现代晶片的眼镜 本来速度是最重要 漏电流 这个所谓的substratial power 它的静态流的static leakage不重要 本来是不重要 在90纳米的时候就有10% 可是到了20纳米的时候就一半一半 就是说你的手机啊 什么事不做还是漏电 你大概也不知道 这正常的事情 漏了漏太多了 那你这个手机如果说只能让几小时 那就没有人想买 现在的手机大概是一天充滞电 算OK了 如果能做两三天充滞电 那就算很厉害 所以说减少漏电 比增加速度更重要 因为现在芯片的速度已经算很不错 基本上没有人说我的芯片跑了 多坏多坏多坏 没有人讲这个事情 大概都是大概两个git差不多 那么重点呢 因为你要增加速度 你就多加一个核心就可以 可以就变成一个平行预算一样的观影 比较快一些 那最重要的是要省电 漏电太重要了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工业界 比方说Intel的漏电 这是红线它的简单的讲 是它的这个mess production量产的data 这是它后来这个研发的data 这个绿的概念 它有公式就是IO 等于一个concent乘上LG的 负的5.60分 就是LG越小热度越多 这个就是它的channel length 那么我们现在大概在10到20之间 7纳米大概18吧 18、19这样子 一个纳米都要强 简单的讲少于20吧 不少于20 那这个都是漏电量 漏电量太多 这个漏电量太多 那么这个地方是对于 这个界面 接电值的厚度 越薄越多 然后说 你看看 插5个mess 这里是从这里插5个mess 是0.5个nm 它就插了4个数量级以上 3到4个数量级 可以见得了这个界面值 这个界面值 high care这个东西的厚度多重要 目前的high care大概是少于这两者之间吧 这两者之间 那么后来 Intel 太厉害了 它确实说 只有 high care high care 能够救我们的芯片 研发 所以high 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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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二氧化合 就是这个材料才能够做得出来 但它下面还有一层 就是原来二氧化硅的氧化物 SIOX 其实是一个氧氧化的氧化 我们会把氧氧掉 没有关系 那么high care 那么high care的实际厚度是1.5乘2到2.5 氧氧化的氧氧化的氧氧化的氧化 我们就称为两个氧氧化 它可以大幅降 5到6个数量级的氧化 降到5到6个数量级 降到5到6个数量级 这个地方就是 5到6个数量级 这个地方如果是很薄的话 基本上还可以在哪里 大概在UOT 在这个地方 比方说 那么UOT怎么计算呢 就是equivalent oxide thickness 就是相当于对应于SIO2 那么二氧化它的厚度 你叫起SIO2 它是多少 比方说 它是两纳米 对不对 我们讲过它是实际厚度 是实际厚度 那除上它们的high care的比值的话 那就相对于 5 0.5个纳米的二氧化 为电性 二氧化为电性 电容厚度 这个有重量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你减少漏电 就是变厚度 就对了 但是你变厚啊 那电容就会下降啊 电容下降 电流也会下降 所以你要牺牲你的电流 可是你又不想牺牲电流 那你继续把K弄大 把K弄大了以后呢 你虽然你加了你的厚度是两个纳米 但实际上相对应的SIO2是0.5纳米的电容 这两个电容是一样的 0.5纳米的电容 就SIO2的电容 跟两个纳米 它没有Oxid的电容 是一模一样的 这个意思 所以说电性 没有减少太多 但是实际厚度增加很多 实际厚度增加很多 它就可以降低了四个纳米 对 5到6个数量级了 那么问题来了 为什么选 Affin Oxide 为什么它能够却平中选 它有几个好处 第一个 然后说它的 这个叫Band Offset 这个地方是不畏 1.1 它比这个地方是EV EVO EV的Offset 3.3 EV ECO1.4 这个基本上要大为1 越大越 你看这2O 2O是No.1 因为这个上面3.5 下面4.4 表示这个地方 电动跟电子 很难穿透 就防漏 那相对于而言 比如说这个地方 这个K非常高 这K是好几百 但是呢 它竟然 是负的0.1 它对电子 没有任何理由 就直接穿过去了 基本上这个东西 根本不能够用来阻挡电子 那其他的材料呢 都可以用 但是它都有它的这个缺陷 比方说 Rumalox还不错啊 你看 两边一个是2.8 一个是4.9 都可以挡住电动 或电子的 这个窗口啊 可它的K字很小 K差的一半 所以这个地方 电流下降了非常厉害 这就不行 那你说 这个EV 可不可以啊 也可以也不错嘛 2.3 2.6好像还可以 结果呢 但是他们这个地方啊 缺陷非常多 基本上 我不想去 没有可靠性费 所以现在呢 基本上 Hepin Oxide 是 龟芯片的50Bug 50Bug 多年来 没有人能够换到其他 的位置 因为没有其他的 Hepin Oxide 基本上 所有的先进制程 没有人去搞这个 没有人说 我来搞个先进制程 把Hepin Oxide 换掉 换成一个新的 这个材料 没有人做得到 现在基本上 没有人试过 没有人试验 只能玩一些小动作 在这个Io上面 玩一些小动作 或者说还可以 加一点什么蛋 之类的 简单的东西 绝对不敢说 我换个材料 但是我换这个 这个 Tentrum Cony Barian 好像都很厉害的样子 都不行 没有一样型 所以保持现况 就挺阿弥陀佛的 基本上 他为什么 一再强烈 为什么Hepin Oxide 才会work 当然我们说 一定要Hike Hike这个语言讲过 就是说 他必须 要能够 够厚 但是呢 他相对应的 电容呢 厚度又不能太厚 所以K要是这样 那么 Hepin Oxide 重选的有很多 因为第一 它和SiO2 是水油不相容 叫Immissible 它不会混合 它不会混合 是个好事情 它有它的缺点 人家有它的缺点 但是 不混合 Immissible 不相容 是有非常大的优异 因为如果相容的话 它天生的缺陷 就必然 因为相容而相加 那你的 可靠性 Reability 就完蛋 这一点是很重要 Hepin Oxide K字呢 是15到20之间 虽然这个地方讲说 应该是 这20到30之间吧 就是20 但是这个地方讲的是 晶体 一般讲的是 Amorphous 非晶 非晶的话 就是15到20之间 他如果说是晶 是晶体的话 可以冲到30 那还够用 那基本上 所以这个Hepin Oxide 这个是目前来讲 是霸王 那你看看 这个地方啊 它为什么要中血 因为它的内部缺陷 还算好 怎么讲呢 你看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就是 所有的材料 都天性有缺陷 就是有一个 Defect Center 在这里面 SiO2 这个 这个是硅 二氧化硅啊 这个 二氧化啊 都有 这个是它的 能阶 缺陷 对于能阶的 那这个地方 宅子在那里 保了保持 它有时候会穿过来 被吃掉 就看这些缺陷 吸引力 够不够大 它有时候在那里 受它的影响 然后这个像界面 有一些 就像这些东西啊 它会受影响 你可以想说 寨子眼泡很薄啊 看 它会隐隐隐约 看到这些状态 这些缺陷 它会受它的影响 它没有被吃掉 也会受影响 这很讨厌的事情 而这个缺陷呢 因为芯片 使用自动增加 慢慢慢慢 它有老化 老损 最后呢 它会吃 结果呢 这个老化成了很多缺陷 结果 这里有宅子 就会被吃掉 吃掉以后呢 就改变了 灵界 电压 最后的晶片就完蛋 那么这些缺陷 可以想要减少 这些缺陷看起来 很多的样子 但如果 你有一些方法减少 这是我们讨论 这个微晶片的制成 里面看到很多方法 可以减少缺陷 比如说高温的 NEO Hydrogen NEO Deuterium NEO 都可以 但是你的目的是 就是要少到10的 到10的10次方 到11次方 乘了m2 这个量 数量其实才够 目前只有这两个家伙 合在一起的时候 才能降下来 我们知道这个东西很容易 很容易降下来 因为这原来就是 在90纳米 65纳米以前 都是它嘛 40以后它开始改制物流 开始改变 所以这个量很容易降 那这个地方呢 也要跟它一样 而且这个位置 也要适当 它的位置 还不在这个位置 它跑到别的位置 之后 还要抢这么大的位置 那么 单单这个系统 我叫它这个metric 你后面 已经不能用poly 本来是用polysilicon 它必须要给它 能够解决其中一些 缺陷问题 因此要花了15年 才做出来 并不是给人做出来 是给人做出来 这个做出来的人 叫做Robert Chow 那么 他以前在 intern 做这个 intern 实习生的时候 就开始做这个 所以一共做了实用 那么 我们回来说 为什么 我讲说 你是我的遮羞部 原来 遮羞部就是 IL high care 没有IL的保护 基本上 芯片就见光死 就会死于 所谓的NBTI Negative Bias 这个temperature 就是说 PFET 这个地方是可靠讲PFET PFET是NBTI 讲的是电动 电动的运动 它会受到 在长期的运转以后 如果 如果你没有 SiO2的保护的话 它就死掉 它就吃掉 然后你的 灵界电压就不行 刚刚形成IL的时候 金额表面有关 我们要说 这个IL是个大学物 还可以 已经没有人敢动它 这个2个纳米 就2个纳米 没有人会动它的 但是IL是大家要玩的游戏 大家要玩 它可以 它可以稍微改变 改变多少呢 就1到3的 Amstrom 这么少 刚刚形成的时候 就SiOx的厚度 跟金额表面有关 100以上 大概是0.8 到1个纳米 在110上面 要厚一些 大概1.3个纳米 那么SiOx呢 要变薄 是个大学物 不能太薄 比方说理论上 这个 在论文里面讲 这个SiO2的 这个SiOx 最多只能包到4个N 0.4个纳米 如果超过少于0.48米 非常的不稳定 会充满了缺陷 这理论上 基本上 也是 这个 没有人敢 把这个Si SiOx降到这个 4个N纳米之下 除非你有一些怪兆 在硅上面是无法做到的 太薄了 OK 你会失去 为什么呢 你太薄以后 对 又加上你太薄 又失去这个 HK的 对你 HIK 没有HIK的保护效果 因为 电动在运动的时候 在那边 运动到跑去的时候 他看到 他看到 HIK内部缺陷 走不动弱 你吸的跑掉了 完蛋 OK 那么 调整 调整 HIK的方式 调整 I-L厚度的方式 叫做 I-L scavenger 掠夺 掠夺 什么意思呢 用一些吃痒的东西 HIK和Lentine 放在HIK上面 这两个是一个 特别是这个东西 Lentine 或者是Tie 也可以 放在HIK上面 上面呢 它就会减少 它的 I-L厚度 你看 你看 因为它的 氧化地位 比较高 比较负的 比较高 所以还会抢氧 连我 跟另外一边 很高 简单的讲 它放在HIK上面 经过 隔三大楼 它冲过了 它 其实是抢 HIK内部 HIK内部 很不爽 它就去抢 它下面的 就是I-L I-L I-L没有地方走 对不对 它就被抢走了 它就变成 就变成龟 二氧化龟 就变成龟 变成薄 这个叫做I-L scavenger 掠夺 大家去跟大家讲一下 比方说上面摆了 这个Tie Nitro 加上一个特殊的东西 这个地方 其实是很明显是铝 N-N N-3 应该是铝 你可以看到 那经过它的制成以后 加厚以后 看到 它的SiOX 变薄了 逐渐变薄了 这个就是隔三大楼什么东西 简单的讲就是它强氧 这个强 就是Pinential 强氧 这个氧呢 这个 这个 I-K的氧不够了 就往下前 所以变成是简单的讲 是氧 就是从最下一个跑到最上面 所以它这个强氧就变薄了 这个因子 那么 那么 从这个右边这个图看来 可以看到在 从Technology Note 从45到5 啊 Interficial Layer 就是SiOS 越来越高 这是4N 这是4 没有人感控 增加大概是5 到5都差不多 那么 那么 High-K呢 一纳 其实 这个也是 这个数据 其实有点 怎么讲 太低 一般来讲一点 他应该讲说 接近二纳 这肯定讲的是EOT 不管怎么讲 这是非常的薄 那么 EOT啊 为什么特别重要呢 因为EOT 每一个 1A就等于10%的CET CET 是电容Equivalent Thickness 或者叫T inversion 一个Nanometer的CET 是3.4 microparallel 这个非常重要 等一下我会用它来计算 计算 那么 大家把这个数值要千万记住 我们在某一篇 在前面有一篇 告诉它 它什么 把这个数值倒出来 这个地方大家记住就好 那么基本上呢 110就是你FINFIRE上面 FINFIRE的方向是110 这个是 这个 这个为什么FINFIRE 电动很快 它是有很多好处的 速度跑 变得一个电动的速度非常快 增加三四倍 它有很大的缺点 它有很大的缺点 就是它的 这个 Nantioxide 比较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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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怎么样把它变薄啊 它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但是也不能太薄 我们讲过四纳米就死掉 对不对 那么少了一个纳米的又怎么样 少了一个纳米你也看到 它就是非常容易看到它漏电量 增加十倍 这个 少了一个不是纳米 一个Mstrom的时候 漏电量增加三到五倍 少了两个Mstrom 是0.2纳米的时候 就增加十倍 那你变薄呢 往下走变薄的时候呢 你的速度还变慢 速度还变慢 这个时候降低就可以看出来 the Isle of thickness 你降下去十的话 你还可以从这个力量到150 这样最少 最少这么多 其实这样可能不止15% 一般跟你讲降15% 那你想想看 那15%怎么来不止 那你不要问我 不要知道 N5 这个TSM是说 N5比N7 速度多15% 我记得这15%是很重要的 那你这样少了一个纳米 少了一个Mstrom 就降15% 可见得它有多重要 那如果说 少一个纳米又有多可能 它的 它的 少一个纳米 这个要是 0.1 一个纳米 就是1Mstrom 它可以少 两个数量 你看这个东西 这个 这个折修布多重要 对吧 所以说 Io 是还可以折修布 这个地方讲BTI BTI 就是有两种 BTI 就是NBTI 跟PBTI 这两种 这个 一个是PFET 一个是NFET NF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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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OK EOT 你像在5的时候 它也带8 这就是它的EOS 这个是它的重要的指数 就是它的 它的电场强度 基本上呢 我们 我们这个地方越大越好 这个人你看看 这个人会很起 就死掉了 表示说 在无奈米的时候 它是见光就死 仿佛变成特别 它就是简单的讲 你的宅子 看到那个 还可以的这个 丑陋的绝对 就是它的 缺陷 缺陷 活活吓死 简单的讲 这些缺陷的 是NEDUSA 蛇模拟 所以说 NBTI在无 在无奈米的时候 即刻死亡 今天忙着死掉 不能用 所以说 还有进行 还可以的 这个 你用七到八个 很高兴 OK 那电容会减少 你不能太厚啊 对吧 所以这个地方就是 你要玩的游戏 之前用话 你去搞这些东西 那么最近有一个 最近啊 2010年的时候 2010年的时候 有一个报告 我如果把硅 换成了 新的材料 硅者 合金 silicon germanium的话 它的可靠性 哇 增加一大多 增加好多倍 就可以了 而且 这时候的EOT呢 是五到六个纳米 六个纳米 基本上六个纳米 可以 可以做得到 前面不行 这个量可以 这个T-involent 是九到十个N 但EOT 是五到六个纳米 这是因为 只有这个东西特别厉害 特别厉害 那么这两个 这是IBM 这是iMac 都有同时的报告 据说 JSNC 5纳米的PFAP 就是有CP chain 这很不好用 这东西 很多好处 但是智能上 非常困难 三十五个纳米 没有敢这样说 他们不敢说 他们做了半天做不错 还今天说他们做错了 简单的讲 iKL整体的电信厚度 电信厚度讲就是你的 电信厚度讲就是你的CV curve 这个是它的inversion 这是它的inversion 这是它的最大值 这边是4 这边是3.1吧 相对应的CET值 就是它的电容相对应的货币 相对货币 叫capacitance equivalent thickness 板形成的CET 我们叫TIE Tinversion 这个量子上方 它在业界层中用 我们前面谈到的 CET1纳米的时候的电容 是3.4 microfarad cm2 这个大家一定要对象 比方说你可以看 如果你要知道这个的话 你就知道这个计算 比方说 这个为什么要写1.1 它其实就是3.4 除了3.1 就是1.1 那么 所以那为什么知道EOT呢 EOT 它把它切开了EOT 2秒 然后加上一个 知道它的 HIGHK有多厚 IL有多厚 SIL2有多厚 然后再假设它的KV 这才是做出来 这说这个要是 要有个物理性度的 比方说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它量出来以后 它量出来以后 这个厚度 SiOx的厚度 这两个呢 才能够真正计算出 所谓的 EOT 这个是错的 那么 为什么我说EOT 这个地方接近0.6 0.4 0.4 这个地方是0.4 0.4 400 那 这个地方不是 这个地方是0.3 其实 这个当然各说各话 好 对吧 但是呢 你看很多paper 一两大概都是 没错 这个是 这个是IPM的paper 你可以看到 那么T inversion 跟EOT 相差0.4 0.4 你看这个 iMac 也是这样子 iMac 这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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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这个又是 IBM IBM IBM其实比较老实 那 Intel呢 通常都不行 它就 Intel比较皮 它就 它就 它的knowledge 台机电也 也学Intel 也不行 但是呢 这个 IBM IBM 都比较老实 会直接写出 那么我们回调一下 一个 一层的silicon 多后 计算的结果 一层的110 是1.36 1.36 0.13 那 然后 110呢 经过这个 金额计算 这个 我来看看 1.92 距离比较远 比较远 我们画图换一下 110啊 它每一层 每一层 是 1.92 这个距离 这个地方 有什么重要呢 就是我们前面讲 它的 Naphy Oxide 比较厚 对不对 这个地方是 这个地方是 我们Industry Standard 这是我们工业经用的 表面上是 100 但是侧面 侧面的表面 是110 你 这个侧面表面在 就是你的电动 和运动的时候 有这个方向 特别喜欢 比方说 我们看一下 这个就是 罗伯腿斜的 把病人 超级背摩腿 什么意思呢 这个电动 反正跑得很慢 你看它的速度 巴西 电子 253 飘移速度 但是如果是弄对了 这个110的话 倒过来 206 变得厉害 210 这些速度呢 都是远远高于 这个81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也是 每个 只要在110上面 电动都跑得非常快 比在100上面 跑得快多了 那为什么会这样 进行它的原子力度 就在我们别的 这个 讲题上面有谈到 怎么样计算 110 它是每一个 纳米平方 是9.6个原子 1100 你看1100 比较少7.8 100 最少才6.8 差了 差了 50% 电动 因为什么 电动跑的方式 跟电子不一样 电动就是缺电子 但它的运动呢 是一个群体运动 它不是电子 电子就个别跑 所以这个 有很大的区别 所以电动跑在 越密的方向 它跑跑得越快 这个地方特别好 这一点就是 我们大家复录一下 大家提一下 为什么 我讲这个 有个 前面讲说 为什么它特别厚 为什么这个 100特别厚 因为它距离比较多 1.92 当时1.92 这个 Amstrong 每一层 所以它升出来的时候 它也比较厚 它也比较厚 那么一般来讲 100的话 这是一个纳 那么 110的话 就将近1.3纳 多了30% 所以基本上 目前科技来讲 PEFACT 太厚 必须要省大 这一点 Ampire也会 但Ampire 因为自身关系 恐怕 它在后来 最后的厚度 太好 但是呢 在这个PEFACT 他特别 这个标准 可能会太厚 那么今天就讲到这里 希望大家对于 这个HIKI-L 历史的观念 T-Inversion 的EOT 加四个Ampire 这是分析器的常识 大家也要 读PAPER的时候 来帮我们新闻 那为什么四个Ampire 这是一个混动 mechanical 非常复杂 我们这次也不得不难 我们在下一篇再讲 好 谢谢大家 今天讲识